俗話說免疫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家中有長輩和小孩的朋友 應該要更注重家裡的環境清潔 想要每天保持清潔和安心 創造乾淨安全的生活環境 就靠RAID CUT無線UV除蠻吸塵器 讓你清潔消毒一次搞定 大家好我是主播張默 歡迎收看羅森資訊 現在就直接進入我們的開箱時間 不囉嗦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這個是我們的光淨化床入吸頭 這個是電動旋轉吸頭 這個是吸管 這個是說明書 這個是電池 這個是主機 這個是布翼吸嘴 這個是電源供應器 這個是電池 這個是縫隙吸嘴 這個是手持吸嘴 這個是組合吸嘴 以上就是我們的所有內容 現在介紹電池安裝方式 將電池對準卡榫開下去 咖的一聲就完成囉 將電源供應器 接到電池旁邊的插口 插上後 紅色燈號開始閃爍 代表開始充電 充飽電後燈號會熄滅 你也可以將電池 安裝在主機上充電 充電過程中會顯示 紅燈閃爍 從沒有電充到飽 需要3.5小時 充飽電後燈號會顯示 綠燈 這時候可以將電源供應器移出 這樣就可以完成充電囉 你也可以依照不同的使用情境 不同的材質 使用不同的刷頭 以達更快速的清潔效率 光淨化床路刷頭 可用在枕頭、棉被、床鋪等地方 進行清潔殺菌的動作 UV燈管在抬起至一定角度時 會自動熄滅 避免人體及眼睛受到紫外線燈管照射的危害 現在介紹集成盒的清潔拆卸方法 一般情況下要快速將裡面的垃圾排除 可以按集成盒旁的黑色按鈕 這樣就可以將垃圾倒出 如果想要清洗穩的濾網 可以按下主機旁的方形按鈕 就可以將集成盒拆卸下來囉 現在介紹濾網的清潔拆卸方法 握住HEPA濾網的左右兩端往上拔 接著是標準過濾網中間的把手 握住之後往上拉 接著是金屬過濾網握住左右兩側往上拔 分別介紹這個是HEPA濾網 標準過濾網、金屬過濾網、集成盒 以上四種皆可水洗 水洗晾乾後組裝完成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每個人的使用頻率不同 建議大家一個月還是至少清潔一次 以延長壽命 現在介紹電動旋轉刷頭和光淨化床入刷頭的清潔拆卸方法 現在介紹電動旋轉刷頭的清潔拆卸方法 首先將左右兩側的按鈕往上拔 把塑膠殼取下 再取出我們的電動旋轉刷 切記電動旋轉刷頭不可水洗 上方如果有頭髮碎屑可以用剪刀或者是刷子去除 接著電動旋轉刷頭可以使用乾燥柔軟的布或刷子做清潔整理 清潔完畢後再將我們的電動旋轉刷頭安裝回去 再將我們的塑膠蓋對準左右兩邊的卡榫 聽到卡的一聲 表示安裝完成就可以開始使用囉 現在介紹UV燈管的清潔拆卸方法 首先將上面的螺絲取出 接著將塑膠蓋取下 將UV燈管旁的拆卸開關往上扳 再將燈管取出 使用乾燥柔軟的布擦拆完畢後 就可以將燈管放回去 將UV燈管安裝回去後呢 把卡榫往下轉 看到兩方的綠色指數就代表安裝完成了 將上蓋裝回去 鎖上螺絲 就完成囉 現在介紹啟動方法 按下電源開關後機器開始運作 再按下旁邊的運轉按鈕 可以切換三種模式 分別為 低速 中速 高速 三種模式 再按一次電源開關即可關閉 今天介紹的RAID CAR 無線UV除蠻吸塵器 喜歡的朋友可以到羅森的各個貴位 或羅森的官方網站查詢購買唷 想要知道更多商品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資訊生活盡在羅森 我是主播張默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